今天想和分析有關懲教署的七名職員涉嫌強姦的事 大家還記得在7月初的時候 七名懲教署的職員被捕 其中三名被控強姦 有四名被指控 當時他在旁邊自衛 所以很多人都有疑問 那四名自衛的最後會告他什麼罪呢? 後來我們知道 那三名強姦的真的被控強姦 而且是提堂的 但是那四名在旁邊自衛的人 其實可以控告他什麼罪呢? 所以連日來也有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一直都沒有回答 今早就有一個很長的電郵 收到一個很長的電郵 說了很多東西 其中最後他提出了幾個疑問 他就說 其實可不可以用共同犯案原則 去控制了七名強姦 又或者可不可以用串謀罪 去控制了七名強姦 如果不可以的話 可不可以控制了四名自衛的男子 非禮呢? 還有最後他的疑問就是 其實律戰師會不會是想放生那四個人呢? 因為他發現 其實那四個人沒有被提罕 即是沒有被控 最終現在還沒有落案控告他們 會不會是想放生他們? 首先我先說到最後的問題 我們現在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放生 可能還在想告他是什麼罪 即是未必是 未必最後是完全沒有罪 所以是不是想放生他 是言之尚早 而且我經常說的就是 你要判斷律戰師是不是想放生他 或者是不是放生他 你看一下究竟實情是怎樣 即是案情真正是怎樣發生 即是你不可以說 總之拘捕就一定要告 告就一定要入的 如果不入就是法官的問題 或者如果拘捕了不告 就是律戰師的問題 有時候的案情真是不應該告 就不應該告 有時候的案情真是不應該入罪 就不應該入罪 就沒有理由因為拘捕了 而是懲罪書職員 而沒有告就覺得是放生的 我們看看究竟真正的案情 才知道的 當然我們現在就看一個案情 簡單看一個案情 只是一個簡單的案情 詳細是沒有的 真正案情是怎樣 我相信這些會去到審訊的時候才會知道 但是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受害人 就在一年之前就認識了一男一女 在蘭桂坊那裡認識了一男一女 而其中一個男孩就是宣稱自己是懲教署的職員 然後在一年之後 即是在這個月的8日星期六 這個女士就跟這一男一女 去了美麗華 不是美麗華 是美麗都大廈的一個540日單位的開派對 這個開派對 就有另外七個懲教署職員在場 即是在場應該大約等於十個人 受害人 之前去認識的一男一女 另外現在的七個懲教署職員 大家就在那裡喝酒作樂 然後在凌晨的時候 即是在週日凌晨的時候 原本受害人相識的一男一女 就離開了現場 就剩下受害人 和那七個新傷識的懲教署職員在場 然後過了沒多久 那個女士就覺得自己頭暈 然後失去意識 最後在恢復意識之後 就發現自己全身赤裸 所以最後這七個懲教署職員就被捕 即是去報警 這裡會發現 其實整個案情 有很多東西是流白了 我們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最簡單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 那三個人強姦 而其餘四個人是智慧呢 如果你聽現在我們這個簡單的案情 這個女士是暈了的 然後恢復意識的時候 就發現自己全身赤裸 即是說由她暈倒至自己被強姦 這段時間 她是失去意識的 如果她失去意識 她怎麼會知道其中三個有強姦 而另外四個只是智慧呢 即是說 其實三個強姦和四個智慧 這個過程未必是女士說出來的 可能是這七個懲教署職員 互督的後果 另外就是 究竟 現在我們知道的就是 那三個在強姦 那四個就是在自衛 但是情況是怎樣的呢 即是怎樣她又強姦又自衛 是逐個自衛 還是圍著她來自衛呢 在旁邊自衛 還是望著她來自衛呢 又或者整件事當她失去意識的時候 其實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究竟是先自衛還是強姦呢 強姦先還是自衛呢 又或者會不會是那些女士 例如失去意識 她脫掉自己的衣服 因為由於她脫掉自己的衣服 所以其中四個在自衛 然後那三個自衛到差不多 就忍不住強姦過去呢 這些所有的細節我們是不知道的 例如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那個情況就是 那個人失去意識 那個女生失去意識 如果 假設的 我真的不知道的 失去意識 然後自己脫掉衣服 然後那七個人 看到她脫掉衣服 就悉心起了 悉心起了七個人都在自衛 然後其中三個人忍不住 就強姦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既不合乎串謀 亦不合乎共同犯案 所以究竟可不可以用共同犯案 和串謀去告他們呢 就視乎安程 不過 話分兩頭 強姦案 就很難用串謀和共同犯案 因為我之前說過 共同犯案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分工合作 即我們很難想像分工合作 去強姦一個人 我們想想強姦一個人的 控造元素是什麼 強姦一個人的控造元素 我之前經常說的 首先 你要對對方進行一次非法性行為 你和對方進行一次非法性行為 只是這件事已經很難串謀了 即你和對方進行非法性行為 而且對方是不同意的 要合乎這三個控罪元素才是強姦 所以你很難說 共同犯案原則去告強姦 你很難分工合作 同樣你很難事前進行一個協議 那個協議如果達成的話 就會進行了一次強姦 因為強姦是很個人化的事 個人化到這樣 你很難串謀罪去告他 但是 那是不是不能告呢 又不是 有類似的 即共同犯案和串謀之外 有類似這兩種控罪的 相類近的控罪方法 就是協助或教唆 就是你可以控告他 協助或教唆強姦 那個情況差不多 即是和共同犯案和串謀 差不多 我們知道 如果共同犯案 例如謀殺 如果用共同犯案的原則 去告那個人謀殺罪成的話 那你就是謀殺的 投掣謀殺罪成的 又或者用串謀去告你謀殺 即串謀謀殺 如果罪成的話 你要控罪嚴重程度 最高就真的跟謀殺一樣 你可以控告他 終身對這樣 同樣 協助或教唆也是 如果你是協助或教唆謀殺的話 如果罪成的話 你的最高刑罰是等同謀殺的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不應該想 他應不應該控告他 共同犯案或者串謀強姦 就是很少的 你硬來也可以 但是很奇怪 怎樣做 共同犯案之下強姦呢 就是分工合作之後強姦很奇怪 所以較為貼切的就是 教唆及協助強姦 但如果你過去教唆的協助 你證明到他有教唆和協助 那在旁邊的智慧 你算不算協助呢 算不算教唆呢 如果純粹這樣 應該是不算的 所以要多些案情 我們要知道多些案情 才知道 能否告他協助或教唆強姦 亦都是要多些案情 才知道 能否告他非禮 因為如果有非禮 真的又有接觸 但是 有沒有人的口供 是說有接觸性的那四個人 那四個人如果沒有接觸 你就很難真的告他非禮 所以一起提 歸根結底就是 究竟這個案情 實際的案情是怎樣 才可以判斷到 究竟可不可以協助或教唆強姦 又或者究竟 DLJ有沒有放生這幾個 請教署職員 我個人來看 我覺得DLJ沒有理由放生 很大可能就是要多些去證供 或者要多些考慮 究竟現在可以告他們什麼 我不排除最後這四個 情教署職員 即是只自慰這四個 最後可能真的 什麼都沒有告他 都奇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最初是因為 假設 我真的要再三聲明 是假設 最初假設 那個女生 是無緣無故喝醉 酒之後 就脫掉了衣服 脫掉了衣服之後 那七個人會心起 然後就對著她 看著她脫掉衣服的樣子 來自慰 如果在室外 事實上人家 真的沒有犯罪 只要不是她 令到那個女生 脫掉衣服 也不是她 令到那個女生 酒醉 或者失去意識 而她看到那個女生 失去意識之下 脫掉衣服 所以悉心起 就在那裏 這就真的不是犯罪 如果真是 純粹的安程 然後有三個人 在那四個人 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無緣無故強姦她 這樣的情況 那四個人 其實可以說是沒有 這樣的情況 最後不告她 也不造成 DOJ放生她的情況 OK 所以 都是那句 我們現在是 沒有辦法判斷的 要判斷 就去到上庭的時候 審訊的時候 看看實際的案情是怎樣 才可以判斷到 其實DOJ 會不會是 放生了 四個政客處的職員 OK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